主席,我们是不是先请经济部的沈次长 沈次长请 委员早 市长早 市长,从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每人每月实质薪资 103年较93年 是减少了3.18% 而受雇人员的报酬 占国内的生产毛额 101年较91年 是下降了6.61% 我想问一下沈次长 你看到这样的数字 你会不会合理的怀疑 或认为我们企业所赚的钱 企业的利润 事实上在实务上 它并没有真的都是回馈给我们的员工 你实务上的观察是什么 经济部这些所有中小企业 其实都归你们管 你们看到的现场的现象是什么 因为如果从这个客观的趋势的数字 我们看起来 的确是有这种 如果薪资不升反降 还有就是它占整个国内的生产毛额 事实上也是下降的 这不合常理啊 因为一个人的薪资 它大概是长期累计 它是不断的往上增 那如果趋势反而是下降的 是不是表示说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有的是它从起薪就开始压低了 就是变成是低薪化的一个情况 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大概我同意委员的看法 是好 那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我们谈修法 今天的加薪四法 其中有很多其实是跟你们经济部有关 那这方面其实从一个鼓励的性质 然后来要求企业合理的利润分配给员工 这个本席也都非常的赞成 那其中呢 劳基法的部分是我们劳动部这边 但我要问您的看法 因为现在呢 这个法则里面其实只有提到 有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 我们去订法则 那这个占所有的 我们整体的公司的比例有多少 你们经济部有抓过这样的数字吗 公开上市上柜的公司 占整体的我们这些公司的比例有多少 它的加速大概是占多少 1700家 总共有63万家的公司嘛 对不对 然后1700家是上市上柜 所以这样这个比例是大概多少 我想10% 如果就加速来讲 10%不到 那如果就员工数来讲呢 会达到百分之多少 现场有谁可以回答这个数字 如果就他所聘用的劳工数 当然他每一个加速 他聘用的劳工人数比较多 本席要问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修法 仅着重于上市上柜公司 到底可以真正加汇的员工人数 有多少 你们没有算过 你来报告一下吧 经济部没有办法回答吗 这我们马上查一下算一个 好 马上查一下 如果从劳动部这边呢 你们有抓过大概这样的一个数字吗 我们现在正在整理 因为那个1700家 大部分都是上市上柜公司 因为立法的当初 当初我们也是认为 先从这个上市柜公司开始 因为这个执行上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那他们是比较 他的财报啊 他的一些这些资料呢 都是比较公开透明的 所以我们也比较容易监督 也比较容易取得 所以我们是希望 由这个上市柜公司来开始 这是从财报的观点 对不对 那今天本席要指出来的 就是说 部长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劳基法的29条 是 你的劳基法29条的规定 他规定的是事业单位 对不对 如果按照你的劳基法的 事业单位的定义的话 他贩指包括哪一些 所有的事业单位 不是只有上市上柜 所以他有雇用劳工的 这些事业机构都算 都算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本席 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只 着眼于上市上柜公司 基本上 我个人觉得 当然从财报的角度 你们会觉得 他是比较公开 而且可监督 但是你如果从劳工 他本身的权益来讲 他真正需要去特别争取跟捍卫的 本席会认为 更多广大的 他可能是在公司 他可能是小规模的公司 他是更容易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被剥削的 或者是 可能老板的一句话 要或不要 就是决定在老板身上 那所以面对这样的状况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策略跟方法 如果我们这一波的修法 只针对上市上柜 那广大 你们刚刚讲63万家 这么多 totally是63万家 经济部这边掌握是这么多 那他占的比例 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他们的权益 应该要怎么样 获得保障 因为过去我们会看到 加薪这件事情 也不是现在开始讨论 我记得马总统 他从几年前 他就在一些公开的场合 他每次都会说 呼吁企业要加薪 但是呼吁仅止于呼吁 今天为什么立法院 其实要着手去修法 就是说过去的呼吁 大概都只是一种劝说 道德的劝说 所以他能达到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法令上 就对于企业 我们棒子跟胡萝卜都给 你愿意做的 我也给你奖励 但是那奖程效果非常的明显 你完全都不做的 或刻意去压榨劳工的 我给你适当的一个惩罚 我相信他能创造出来的 实质的这个管理的强度 其实是很强的 管理学大家都知道 棒子跟胡萝卜都是一起的 从来没有只有胡萝卜 或只有棒子的 所以如果这一次配合 加薪四法 我们在劳基法29条 它其实就是一个棒子条款 我们适当的给予 合理的一个规范 我本期也不主张 就是用重诚的角度 因为这件事情 鼓励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适度的惩罚 我觉得可以收到适当的效果 所以本期呢 现在要提出一个主张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财报的观点 本期主张至少 你今天是合法立案的公司 依据公司法登记的公司 都应该来执行 劳基法这29条的规定 所以后面的法则 本期认为不只是上市商贵公司 你针对他登记在案的公司 这个形态 可以给予他适度的规范 你的法则不用像上市商贵公司 规模这么庞大 金额这么大 但是他还是有相对的法则在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整体执行下来 你能加汇的这个劳工人数 一定会远超过 现在我们只判定在 上市商贵公司这个部分 我想请教这个市长跟部长 你们对于这样子的提议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不是从众的法则 但是也一样给予适度的法则 因为基本上按照公司法 其实你合法立案登记的公司 你本来就要有一个清楚的财报 而且你要建立你必要的一个会计准则 所以在这个部分 按照公司法的执行下来 它其实是有一个执行的规则可以执行的 那其他的小的事业单位 当然那个比较难规范 但是如果是合法立案的公司 本席不觉得我们没有去执法的空间 这个部分我想先请这个市长 沈市长你先讲一下 市长您回答一下 按照公司法登记的公司 你们可不可以管理 可不可以看到它的财报 可不可以知道说 因为你们既然都可以做出大的统计 就是说受雇人员报酬 占国内生产的这个总和这样的统计 表示你们应该可以有所掌握 这部分跟委员报告 这个就怎么拿呢 因为如果说你缘的话 就会伤害到工业经营 企业的经营的自主性 但是如果太宽的话 就形同济稳 那尤其呢 现在担心的就是说 获利两个日怎么界定 因为他如果为了要逃避这些 所谓的棒子的部分 就是要处罚的话 那他呢 会做假的财报吗 他就用假财报 他比如说他看情况 但他假的财报就知道 不是假财报 他就去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他去做这一种所谓的 过筑设备 让获利有没有变成去投资 现在就是说这东西怎么拿呢 这部分可能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企业规模 还有劳力的密集度 以及资本的密集度 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同 所以你要去硬性规定这个部分 可能是有它的难度 但是本席讲的就是 但是要怎么去思考 就是刚刚委员在关心的 对 因为你今天啊 你如果劳基法里面 你针对公司的部分啊 合法立案的公司的部分 你没有任何 我不管那个法则金额多少 你没有适当法则出来 它跟过去的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说劳基法早就写了 所以你未来只能规范到上市上规公司 你一般的公司你完全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强制性 我们刚刚说今天修法的目的 是要把过去的宣誓性变为强制性 那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你强制性的范围要多广 你仅止于上市上规公司 还是一般公司 你希望也可以纳入适当的规范 刚刚本席讲了 你罚者不一定要罚很重 但是要让公司的老板知道说 你今天违反劳基法这个规定 他其实是有罚者的 即使他不是采非常重罚的一个条款 但是他也要知道说他今天是违法了 因为过去劳基法29条 我应该可以说都没有在执行吧 因为他没有罚者啊 所以你们要怎么执行呢 你今天发现一个企业 他其实有获利没有分配员工 你完全没有任何行政工具是不是 过去是不是这样 劳动部你们如果之前有做劳动检查 知道这样的情况或者员工投诉 你们能做什么 根据劳基法29条能做什么 因为29条并没有罚者 所以这个只是宣誓性的 就是我们大概只是查 所以过去在做劳动检查的时候 因为这方面刚刚也跟委员们说明 就是让如何取得他们的财报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 如果说一个公司的这个会计 它的这个财报并不是很透明的话 我们即使查到了也看不出 它到底实质的获益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个法律呢 这次修啊 我们是希望从这个上市贵公司开始 那么来切入 那么把这整个制度给它建立起来 那么刚刚委员有特别提到 这1700多家的上市贵公司 它其实呢 大概已经含瓜了 有300万的这个劳动力了 那大概是三分之一啊 我们有900万嘛 对 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有三分之一的劳工 可以透过这次的修法得到保障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的劳动市场呢 事实上是有带动的作用啊 就是说 如果说这300万 它都可以得到合理的一个利润的回馈 跟分配的话 那么应该会带动其他的企业 劳基法的修订里面 加入适当的条款 本席会提出相关的法条 我希望到时候 希望两个主管部会 也回去研议一下 怎么样是一个适当的方式 但是本席的主张是 不仅只有上市三贵公司 因为台湾太多的是所谓的中小企业了 那广大劳工都是在 在这种规模不大的公司里面上班 那这样子一个修法 其实是要让企业主更明白 他对员工的责任 并不是真的是要防止 他的什么企业的成长 等等的 而是让他明白 就是照顾好劳工 也是他的责任之一 所以将来 本期还是会提出这样的修法 我们希望到时候 大家一并再来讨论 好不好 以上谢谢 谢谢我们的王一鸣委员 我们请吴亦仁